所空既無 無無亦無 無無既無 湛然長己 所空既無 如來仗不空 於是就 無有亦無無 無有無無 這叫不若有無 不若在有邊和無邊 根本就不去想什麼有啦無啦 一般人是執著有 有身 有心 有物 所以整天為心情所苦惱 為身體所擔憂 為物 而充滿了這種得失心 為身外之物充滿了得失心 結果這是為有所過 然後照破這三者本空 之後這種無所有的心 無所有的心也輕輕放下 因為這個叫什麼 不見一物存無見 不見一物存無見 大如浮雲遮日滅 光這個無見就好像浮雲遮日啊 遮住了你的智慧 大如浮雲遮日滅 遮住了太陽 所以說無無既無 這個人就是這樣很容易慘 執著啊 無有 無有就是無啊 好 無無 無無又有一個 無無也變成一種觀念 無也這種觀念 所以說叫你把這些念頭通通照破 要無念為終啊 不管你是存有念還是無念啊 這個 有念 念成邪 無念念乃正 有念就是念身念心念物啊 所以念成邪 念久就是成邪 這就是邪見啊 旺見 好 無念就是正念沒有錯啊 可是呢 如果心存無念的話 大如浮雲遮日滅 智慧不現前 不會造業障 但是智慧也不現前 所以怎麼辦呢 有無據不計 常遇白牛車 這時候你就是 成一佛聖 坐在大白牛車上 佛經裡面講說 成佛的大車啊 大寶藏 具足一切寶藏 好像大白牛 雪山大白牛拉的大車子 一直通往成活之道 無無計無 湛然長急啊 這時候 生命的本相就出現 本相出現 什麼是本相呢 就會保持在 光明清澈 湛然就是清淨光明的意思 好像水啊 很清澈透出亮光出來 叫做讚 我們常講水清澈 約讚 所以這個心呢 就像透明的水一樣 清澈而發亮 清亮 還有這種清亮 一般來講呢 人的心呢 常常會陷入什麼 混濁黑暗 濁暗之中 所以心情就是這樣 很混亂 然後很黑暗 看起來這個臉上就一股 混亂黑暗的那個氣 滿臉黑氣 然後呢 看到實相以後 你自然就 發現 這個 內心常常保持這種清澈明亮 而且永遠激淨 常常是激淨 不會躁動 不會騷動不安 你如果 昨暗的話 當然你不願意處在這裡啊 你不願意處在這裡 就一直在尋找光明啊 對不對 一直在尋找清淨尋找光明 你如果 清淨光明的話呢 你自然就是 永遠心都是激淨 不會亂動 這叫 欲疾不生 即是真淨 真正的淨 淨到極處呢 這個時候呢 發動了 天行見君子以至強不齊 原神發動 這個動不是七情六欲動 而是飛龍在天 你的大智慧 大神力 全面發動 所以珍藏應物 以常樂我敬啊 常安樂 常清淨 常自在 來應一切的物 要珍藏應物 常樂我敬 這叫珍藏 永遠安樂 永遠清淨 永遠自在 這個就是生命的實相 實相現前 這就是所謂的大捏盤 釋迦牟尼佛在講 《捏盤經》的時候就講 生命的實相是常樂我敬 他在說小聖法的時候講 生命呢 是苦空啊 無我 無常無我 苦空無常無我 這叫什麼 觀生 不敬 觀受 是苦 觀心 無常 觀法 無我 這個所謂不敬 苦無常無我 那到了路面以前 《蒋涅盤經》反過來了 觀生是敬 觀受是樂 觀心是常 觀法是我 常樂我敬 反過來了 一大顛倒啊 反過來了 所以就 真常應物 以真常 來應萬事萬物 敢應萬事萬物 真常應物 這才叫做什麼 得到心性啦 真常得性 得到心性 常硬常敬 常清敬禮 注意喔 今天我們敬 真敬是能硬的 真敬是經得起挑戰的 不是我坐在這邊打坐 我到佛堂靜一靜 我靜得下來 我面對家庭 面對事業 我就完蛋了 面對工作 面對朋友 面對親戚 我就崩盤了 而是可以常應 永遠保持在應物之中 應接一切的人事物 而可以保持清靜不動 不動心 應物而不動 能夠接應一切的人事物 接受一切環境的挑戰 但此心能夠如如不動 這叫常敬常硬 所以要經得起考驗 要放出去 要走入這個世間 走入人間世 面對所有的混亂黑暗 但是呢 心還可以保持長極光 安樂自在清靜 這叫做常硬常靜 我們說啊 我們清靜 我們圖個清靜 我們不要去接觸這些 隱居在山林裡面最好 不要去接觸這些 接觸這些不好的人事物 那你菩薩為什麼要到地獄去度眾生 那在地獄裡面一樣可以應啊 常硬常靜 保持清靜 應對自如 也可以引導眾生走向清靜 所以在這個 易經裡面有講啊 應一揚之味道 記之者善也 成之者性也 注意啊這邊講這個 正常德性 我們再深入的去講一下 前面一開始不是講嗎 不到有清有濁啊 對不對 有清有濁 有陰有揚啊 陰的就是濁 揚的就是清啊 你一旦清靜以後你就不害怕污濁了 不害怕污濁 你可以接受 接受所有的污濁 而且呢要接受呢 道就是包括的清與濁 包括的清與濁 只是呢 以清為主 以濁為蟲 所以濁蟲出來了 一般人是什麼 一般是濁蟲青蟲 勿濁其情六欲為主 然後這個清靜的本性呢 去跟從他 跟從他 這就是所謂的 孟子說 實其智 勿抱其氣 實其智 勿抱其氣 這個氣就是屬濁的 智是屬青的 氣是屬陰的 氣就是表示我們的情緒啦 欲望啊這些東西 但不是沒有啊 不是它不存在了 就要讓它暴動了 簡單的說 無暴其氣 要以智為主 這個智呢就是 就是常常在 極盡光明之中 也不是說我一直告訴自己 要極盡光明 這極盡光明是經過前面講的 觀心觀行 觀物啊 觀心觀生觀物 看到實相以後 自然呢 回歸極盡光明 然後這時候就大大方方的 面對這個人間死 接受一陰一陽 一濁一清 記之者 記就是相繼不絕 相繼不絕 時常清靜又能夠應對一切 常應 應什麼 當然應的就是這個 濁與陰啊 常靜靜什麼 靜在這種 清與陽之中 相繼不絕啦 不斷絕 不斷絕 所以一直要保持應和靜 要相繼不絕 不能有應而無靜啊 有靜而無應 一般人都是有應而無靜啊 光去應對萬物啊 應付不完啊 從小到大應付不完 一直到老啊 到最後還要應付誰啊 閻羅王啊 黑白無常要應對他們 因為沒有靜 那麼修行人就很容易啊 有靜而無應 光圖自己清靜 而不去應這個世間的天地萬物 這個都是 不是真正的清靜之道 真正的清靜者 是可以長清靜以 擁抱清靜 經得起考驗的 所以說 既知者善也 成知者性也 能夠 相繼不絕 長靜長硬長硬長靜 以珍藏來應物 自然可以怎麼樣 珍藏得性 珍藏得性 就可以成就 成就本性 盡其性 最後一句 誠信純純道義之門 道義的門 誠信純純 生生不喜 誠信純純 珍藏得性 好 我們就講到這裡好了 對 對 對 就說 張力長靜 對對 張力就是 陰 陰 陰陰啊 陰陰 陰陽 陰陽 陰陽動靜 那能夠 才可以成幸存 才可以成幸存 這叫守陽啊 護陰抱陽啊 護陰兒抱陽 不能偏啊 你要背負這個因 但是你抱的是羊 要能夠背負 就像一個父親 他要背負家庭的重擔 但是他不會喪志 吃其志 物抱其心 他不能說 哎呀我要心情好 我就要拋棄這個責任 父嬰兒抱羊 這因就是氣 羊就是志 那志是什麼 就是敬 不欲以靜 萬物將至正 所以像我們心清靜的沒有 絕對不是說 我在佛堂閉關 我很清靜 那麼我在這個 用三寶的時候我很清靜 或者說我在家裡面 怨然人靜的時候 打坐很清靜 一定要能夠硬 應中能靜 能夠去應物 應人 應世間一切的因緣 才能靜 而且是常靜 這才算是真正的進入清靜的精髓 常清靜 所以不要把這個 著的東西當作不好 它不是不好 它著才可以成就 成就萬物 清者著著之緣 它著不是獨立的一個東西 著和青是綁在一起的 著你追溯其源頭 就是青 所以你不要看眾生是濁的 它的本貌就是青的 不是說離開那個濁另外找一個青 那裡面就是青的 它的石像就是青的 而且濁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像我父親就講說 黃河很濁嘛 那我們就覺得黃河泥沙這麼多 不是很不好嗎 不是喔 他們住在這個黃河邊的就知道 黃河就是因為污濁 泥沙很多 而且呢 三天兩頭就要泛濫 但是它泛濫以後 它那個泥沙淹沒到旁邊的土地喔 那個土地就很肥沃 種什麼都可以成長 所以它著有著的好處 這叫什麼 碑濕污泥啊 能生蓮華 高原陸地不能生枝 所以為什麼要著 相反的你在乾淨的高原之上 生不出蓮花出來的 蓮花一定是在低下的 潮濕的 骯髒的污泥裡邊才生得出來 所以這叫 青者濁之源 孤濁的源頭 那都是肢長我們的 這個叫 孤陽不生 有沒有聽說過 孤陽不生 但是呢 如果光有濁沒有陰的話 叫做什麼 孤陰不長 所以生長生長啊 關鍵就是在陰陽要和 有青有濁 有陰有陽 有天有地 有男有女 有動有靜 這是動靜要搞清楚的 就是 青濁 主蟲要分出來 要以青為主 濁為蟲 要硬而能靜 靜而能硬 不能只硬不靜 只靜不硬 今天講這段啊 不長啊 可是很關鍵 關鍵就是它裡面有講到 入手的地方 清淨經 你要真正進入清淨的本體 宇宙的實相 就是要從這裡開始 能潛其欲 然後呢 內觀其心 外觀其形 遠觀其物 看到身心物 看到身心物的實相 就是關鍵所在 看到身心物的實相 一看到身心物的實相以後 你就不會活在 這樣子的一個 定律裡面啊 就是 就是為物所益啊 身心俱疲 就是一般人生存的定律就在這裡 因為沒有看到實相 一旦不會 一旦不會 對身心物 不會整天為身體啦 為心情啦 為身外之物啊 起這些 種種的 得失心啊 愛恨心啊 那麼 你就會 恢復你朋友的 極淨和光明 一旦恢復極和光明以後 就發現它不是光極淨光明而已 而且呢 它有大智慧能應悟 能夠應悟 就剛才講的 身外有化身 不是光在這裡應你眼前的人 無量世界啊 像釋迦牟尼佛 在無量世界有無量意化身 各個化身活 心現在說法 它不是光在地球說法 在那個妙法蓮華經裡面 有一次它把 所有分身世界的佛 全部集結過來 全部集結在一起 合成一佛 不可思議的 到外星去說法 不只是到美國啊 不只是到英國到美國到法國 這叫應 這個應不是光應眼前而已啊 無有遠近憂深 無不應也 受命者如想 好像山谷回音一樣 有人呼喚你就去了 簡單的說 好像水中的倒影 月亮的倒影一樣 有水月亮就在裡面 不管是多遙遠的水 南極的水 北極的水 赤道的水 水一放下來 月亮就進去 這叫應 常應啊 關在房間裡面也應喔 不是說我要走出來 我要去普渡眾生喔 活著也應 死了也應 無所不應 健康也應 生病也應 室外也應 室內也應 常應 憑什麼常應 就是憑這個常境 憑這個珍藏德性 活性現前了以後 就有這個能力可以應 而且這是每個人都具有的能耐 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能耐啊 像耳朵 就能應什麼 應聲 各種的聲音 都能應 鼻子 也可以應這個氣味 都可以應啊 那不只是六根可以應六層而已 六根應六層無所不應 那你的本性啊 那應的範圍更大 應整個世界 整個宇宙無所不應 就像我們的六根可以應六層 無所不應一樣 六根只要保持清靜啊 就能應 你眼睛要靜下來 你什麼都看得到 你眼睛要一直動 你就什麼都看不到了 你一直這樣子你就看不到了 試試看 什麼都看不清楚 眼睛不靜 眼睛一靜下來 耳朵也是啊 你耳朵如果一直這樣弄它 震動耳膜 看你聽得到什麼 什麼都聽不到 所以靜 耳朵就安靜下來 就什麼聲音都聽得到 心也是一樣啊 我們不會去搞這種飛機啦 看東西 聽聲音說 講給我聽 講給我聽 神經病嘛對不對 或者叫你看那個大象 好我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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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這種人 這種笨人啊 但是我們用心就是這樣用的 我們有些都是亂想啊 欲望很多啊這個 就像我剛剛說的那種 愚昧的 這叫隨愚昧眾生就在這裡 所以說眾生本距離 智慧得相 只因妄想執著不能證著 所以我們被這些妄想執著啊 而且認為這是必要的啊 就好像說一個人叫他 叫他一看那隻貓 他認為我一定要這樣子我才可以看 又看不清楚 叫他說你不要動啊 做不到 做不到 就是說你不要慾望那麼多做不到 你不要妄想那麼多做不到 我想的都是必要的 欲望可以刺激社會進步 對不對 欲望可以讓我快樂 做不到 不要妄想執著 妄想也就算而且很執著 認為這個妄想是正確的 所以就不能 長進長硬啊 不能以真常來應物 不能永遠在寂靜光明之中 明明有能力啊 就像我們說明明有能力聽得很清楚 哎 你自己破壞掉了 用一些 用一些很愚昧的執著 破壞了自己的本性 這讓你人心一旦靜下來的時候 萬物靜光必自得 你就會看到真相 可以看到生命呢 是無窮盡的保障 整個宇宙都是無窮盡的保障 好 還有沒有問題 當然我們要講到長進長硬 好像離自己還很遙遠 但是呢可以從 第一個 內觀其心心無奇 這個很實際的東西啊 因為我們都被心情所苦惱啊 而且此情怎麼樣 無技可消除 拆下眉頭又上心頭 對不對 苦惱的不得了啊 這叫情緒失控啊 現在人時常這樣 然後耳工啊 情緒失控啊 對不對 你就去看吧 你就看那個耳工的心啊 一看他就不見了 就像我剛才講的 那幻聽的人 你叫他仔細聽他說什麼 不見了 就不見了 妄念也是一樣的 仔細去看 咦 就發現他不見了 先把慾望放下 淺其慾是很容易的啊 叫你慾不生難啊 要淺其慾很容易 你現在就淺其慾了 對不對 你到佛堂難當然就淺其慾了 你要幹什麼 你到佛堂要幹什麼 對不對 又沒有吃的又沒喝的 又沒有帥哥美女可以看 所有慾望都不見了 淺其慾每個人都做得到的 一天有大部分時間都要淺其慾 有不然怎麼活下去 但是我們淺其慾的時候啊 我們當我們沒有慾望的時候 就很沮喪 什麼時候沒慾望 假爸爸 人生很乏味 或者去打採購回來了 好空虛啊 那時候都沒有慾望 沒有慾望的情況 沒有慾望說趕快用來內觀其心 趕快趁這個機會內觀其心 發現心無其心你就上癮了 就這樣 你會發現 哇原來自己的這個苦惱心 那麼好對付的 原來什麼煩惱心啊 越煩惱越好 越煩惱一看它不見了 叫煩惱即是菩提 有沒有聽過這句話 馬上你菩提現前 煩惱和菩提是同一個心啊 煩惱心就是菩提心 那你發現煩惱心不存在的 只有菩提心 這就是所謂的內觀其心 心無其心 這個美感一定要學起來 這個美感要學起來 不需要用各種方法 去讓自己的心情好起來 直接看它就好 直接看它就發現心的本貌就是空明樂 直接看它 所有那些讓你排遣不去的心啊 根本照妖境啊 都是妖怪啊 經不得一照啊 一照就不見了 一觀照它就不見了 好吧 那我們下課吧